今天的A股要逃跑吗 今天的A股确实要逃跑 今天的A股确实应该要减仓了 为什么这样讲 接下来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首先 昨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提示了一下风景 一个是外资流出 第二个 大盘留有一个缺口 按照我们A股逢缺并补的理念 你这个缺口 可能是要调整一下的 昨天大盘也说亮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今天股市的政权效应并不是特别好 早上基本上都是维持着3000加以上的下跌 就是连进中午的时候拉升了一下 排中的时候有4000多加下跌 所以说昨天呢 确实应该减点仓 减仓不是让你空仓 我们基本上还有个七成仓在里面 大家昨天减错了 昨天人工智能减仓 大概七个点减仓了 结果人家尾盘涨平了 今天人家又涨了95年 昨天减仓减的太难过了 减兔区院了 但是这个股票它就这样了 就是很多时候你套住的 你不舍得卖 赚钱的你一卖 结果你赚钱的卖了 它又涨了就这样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详细讲一下 首先压力线 可能没有压力线非常大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压力线是60线 2919点 2919点呢 可是60线的位置 60线被称为什么 60线被称为生命线 这个位置不是说轻易就能够站上去的 你看之前这次 是吧 这个 就是当时有 四个王 加上八尬的时候 8月28号那天 高开也是打到60线 这一次 这个压力线也是打到60线 这次又打到60线 所以60线这个肯定是 一个长期正道的过程 长期正道的过程呢 就是要高波低息了 之前主要是持股 那么接下来呢 主要是高波低息 高波低息呢 这里就要讲一下 今天的外资呢 还是 今天的北下资金呢 还是在流出 看到没有 外资连续两个流出 那么北下资金连续两个流出 昨天流出63个亿 上午流出40 大大个亿 最高付的时候流出40个亿 那么北下资金流出 你看今天上午成交量 说的非常快 今天上午的成交量 只有昨天成交量 大概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今天到收盘的时候 不可能有斤斤万亿了 估计就在8000亿 说的非常非常非常快 主要是正年效应 一太减少的话 那就 就有抛盘 而且这个地方 套牢还比较多 套牢再加上连续上的 获利牌也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位置震荡是难免的 今天呢 主力资金考了个桥 你看看分析图 今天的大牌呢 就是早不早不早 偏偏中午长一下 看到没有 大牌早不拉升 晚不拉升 偏偏中午拉升了一下 大牌早不拉升 晚不拉升 偏偏中午拉升了一下 中午拉升了一下呢 你看 这个 有点故意拉升的意思 那么下午就不一定会拉升了 而且大家知道 最近的股市啊 连续四个交易日 都是尾盘拉升 就是连续四个交易 最近尾盘都在拉升 那连续四次尾盘拉升的话 今天尾盘就不一定在拉升了 今天尾盘就不一定会拉升了 很有可能 今天尾盘就会跳水 当然 跌下来肯定还是机会 跌下来肯定又是满仓的机会 啊 它不跌呢 我们就不满仓了 跌下来 尤其是补料这个缺口 缺口呢 是2800 2800这个 这个缺口是当时最高价2867点 它都补料这个缺口 我们就满仓了啊 市场最好的方向呢 还是两个 一个是中特估 一个是中特估 还有一个中特估就是高股西嘛 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 这两个方向是最好的 像是抄底呢 你要往这两个方向去抄 啊 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就等这个大盘 什么时候啊调整 咱就满仓 不调整咱就不满仓 不满仓呢 就气增仓在里面画油啊 你要是没涨了呢 就再等一等啊 涨得多的呢 考虑减点仓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盘面 这些利好非常多啊 这些利好非常非常多 哪些利好呢 我感觉这个 我感觉这个 这个 画实在意义的利好 就应该是这个利好 就是这个 关于啊 关于这个 IPO全流程 研监管 企业材料 撤销 造查部 上市失败 仍被派为七大华庭 其实你现在想一想 其实为什么美股这么多年 一直走得特别好 你现在都应该能够明白了 就是为什么美股这么多年 一直走得都这么好 他为什么老是党 那美国股市 为什么老是党 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在保价护航 你谁敢乱搞 对吧 你哪个上市公司敢乱搞 你哪个上市公司敢财务造假 你哪个公司敢随便割韭菜 所以上市公司都是一门新师 把这公司业绩做出来 这样的 这个回馈这个社会 要不然你除了割韭菜 给你罚个青江大产 对不对 你看 我们的APO 我们APO对吧 随便粉丝一下财务 然后就上市了 上市过之后全部卖给你 公司都卖给你了 买不完 根本买不完 知道不 对吧 你看这个对吧 很多人就是 哎呀 APO查到了 咱就撤了撤了 没查到了 对吧 上市通过了 就高高兴天 就是一万互通就出来了 都在出一刀吧 对不对 但你看现在就是你只要 你这个企业 只要你只要生贸材料 哪怕你 哪怕你后来上市失败了 还要查你 你什么时候才有可能 被成为七大发行 你想想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 之前排队有八百多家企业 税年就撤了四百家 没搞了 那四百家撤销材料的 就说明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这个 没办法形容 那真的是没办法形容 最后都是让股民亏钱了 对吧 股民是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 一批这个中产经纪 结果这个都亏过之后 谁去买包 谁去生瓦 谁去买车 那不就完蛋了 就造成几个富翁 造成几个富翁 过之后这些富翁 还移民国外了 对吧 这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我感觉 这个企业车要材料 仍旧造调部 上市失败 被判了一个极大发行 这应该是 化时代的一个政策 这应该是我们股市 几十年来 几十年来 APO解决完极 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以前的APO 天天都说业台股 天天都说APO排队国 业台股 就没有几个好的质量 好质量的APO企业 我们A股上了这么多年 这个上市公司 也没有出来几个好的科技公司 就是很多公司都太烂了 那你看 这个消息过之后 我们A股以后 上市公司的质量 明显能够提升一个大的层次 对吧 我们股民其实是非常爱国的 这个 我们股民也是非常 这个 民事理的 我们也没有说不让你上市 我们也没有说不让你APO 你上一些好的公司 上一些好的APO 对经济发展有帮助的 对科技发展进步有帮助的 我们都是欢迎的 那你上来就卖公司 上来就为了喝酒菜 那怎么能行呢 所以这个呢 就是APO以后 你只要申报了 没上市成功都要查你 然后呢 现在呢 还要这个 还要倒查 它不但现在 现在这个要查你 而且要倒查 现在这个交易所 正在倒查 APO企业 10年的财务数据 一些已经测费 财量的企业 也在倒查范围之内 他不是说 哎呀 就现在你只要申报了 就要查你 以前的 以前撤销 APO的企业 他也要查 因为以前 撤销企业 他也要查 这也是这两年 为什么券张走得不强 券张 将来这个 你会发现 券张很 券张 他是这个什么 他是 包括会计事务所 包括律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 这三个都是什么 都是 最大的这个 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接下来 他说 接下来将 为其 为其提供包装 发行的投行 会计事务所 终结机构 将会受到 警示海以外的 实质性准罢 他说没有 说 将受到 警示海以外的 实质性准罢 他说没有 警示海以外的 实质性准罢 其实你说实在话 那些上市公司 怎么上市上台 他会照财报表吗 他知道怎么粉丝业绩 他知道 搞什么环节 他知道 在什么地方 容易被卡 他都不知道 你其实只要 把这些交易所 把这个 把这个投行 会计事务所 和律师务所 给他们管 管延迟了 他们才是 这个看本人的 所以说 他们 你要是有 严育运法 给了除了 警示海以外的 实质性准罢 那 上市公司 那马上就提高 比如说那些保健机构 保健机构要是发现了 一例 那直接把他保健资格取消了 我看他以后还敢不 对吧 那没有人这样讲 这个对于我们A股的上市质量 结合了是有最大帮助的 对吧 这对于我们A股以后走强 确实是有好处的 而且呢 这个人家有一句话讲什么 他说 你看这个村里面啊 开这个座谈会 听取意见建议 与会代表建议 先把APO准入关 这个APO准入关了 主要还是什么 主要还是 这个 主要还是这个 把这些压 看本人 对吧 会计事务所 把这个律师务所 还有 投行给他管轻 这就比较好了 还有呢 你看这个 现在这个有点什么 有一点 有一点 听取意见了 对吧 认真对待 来自各方的意见 建议 包括批评意见 经过论证 切实可行的 马上就把 一时不具备条件的 做沟通解释 这个很难得 对吧 从善如流 对吧 从善如流 人家讲 监听则明 监听则案 你看这从善如流 而且这个从善如流呢 你会发现 人家 人家可不是说 这个 只是说说 你看 现在 现在大家知道 我们村里的评论器放开了 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 村里面评论器都没打开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前两天 这个村里面的评论器 是不打开的 你想评论都评论不了 现在这个村里的评论器都放开了 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他倾听股民的 鸡鸣和 不在倾听股民的鸡 是声音 还在倾听鸡鸣的鸡鸣 看到没有 你看评论器 也打开了 对吧 前一段时间 我们村里面的评论器都给你关了 评论器都没有的 你敢乱说 给你敬言了 知道 但你看现在就连刘继鹏教授 人家都恢复了 刘继鹏教授 这个也画出来了 这个明显就是 好像就是换了一个锅之后 这明显好像气象一新的感觉 对吧 就是好像气象一新的感觉 前期乱说 对吧 都给你敬言了 现在就是你可以说 你还给提一件 对吧 你还给提一件 以前你敢提一件 对吧 你敢提一件 对吧 给你收拾了 对吧 现在你看 这个对吧 提一件了 你可以提了 你可以提一件了 对吧 还有包括P的意见 也可以提 而且还给你评论器放开了 你以后 你以后有意见 你都可以到村里面那边留言了 这其实都是巨大进步 这不是一年龄的进步 这是巨大的进步 这应该是我们A股 几十年来股市的巨大进步 这起码从思想上 这个可能真的是金融强股 你看 当时8月份就说金融强股 结果从3100年以后 就杀到2600年 哇地马 这简直是被世界都笑到大压 这是全球地下大经济体 然后事实上被美国选出了几百条街 对吧 我们以前的GDP是美国的76% 现在变成67%了 我们现在的GDP只有美国的67%了 知道不 之前76%对吧 这股市搞了 这股市搞了 搞一个转空 还搞一点 不还搞转空 上市公司资料太差 那个金融股份上市熟的就转空 对吧 浙江国强一个事情干出来了 然后你看这个股市跌了多惨 人家提个建议还给人家禁言了 但你看现在就是都能改过来了 都能改过来了 都给你改过来了 所以说 昨天 昨天老胡 说你老胡也发门了 散户的利益 真的受到了重视 被摆到了资本市场 前所未有的重量向上 但是关键是人家都是这样的呀 那美国他不是散户的利益 知道吗 你要知道特朗普天天都关注股市 特朗普每天都看着股市 你让股民都挥钱了 让金民都挥钱了 那你别说对吧 你不重视散户的利益 让股民和金民都挥钱了 你这下一天都没有 都没有 你上不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像这个 我给你讲 散户的利益 真的受到了重视 这个应该是有点晚来了 但是呢 来了总是比没来要好 对吧 摆到了资本市场 前所未有的重要选项 昨天呢 这个股市上涨了 老胡呢 他是 这是老胡出事以来 最乐观的日子之一 龙年第一天开白红 股市打红 进一步回血 所以说呢 这个都是好事 对吧 都是好事 这次呢 这个座谈会通报了 这个大家比较关切的一些内容 比如强调资本市场 关系到利益投资者的前代者 要坚持投资者为本 对吧 呃 这这些话 听了就是让人设复 我的 你再不关 再不 你投资者为本 大家都就吵五万位的股市了 大家不吵A股了 都吵外围的股市了 好 呃 你看前两天 我们的股市走得太弱了 我们前两天股市走得太弱 过之后 你看 全球MSCI只做 调整六家公司被剔除 剔除数量为全球最多 也是近年来 近年来的新东 看到没有 MSCI 是吧 迷胜只做 买了一些中国的股票 然后打跌 一口气在 这个 呃 一口气剔除了66家 中国的A股的上市公司 只新增了五家 相当于净提出 呃 净提出61家 而且这一次呢 还新增了 印度的五家公司 而且新增 印度的五家公司 是新增的 还没有提出印度的 一家公司 看到没有 啊 所以你想一想这一次 这次MSCI 打脸吧 说一下三哥 对吧 你看印度这些年股市 搞得还挺好的 经济搞得也挺好的 对吧 那那你看印度这次 印度的这个 在在民生指数里面 连一家都没被提 一家都没被提 然后才增加了五家 我们这次是增加了五家 但是一口气 剃了六 剃了我们六六家 你想想这上市公司 质量多差 那对吧 那连MSCI都开不下去了 对吧 一口气把我们剃到六六家 对吧 你想一想 对吧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说A股呢 已经到了 这张迫切的日子了 不过好在还算是 怎么还算是 还能在变好 还能变好 今天还降息了 可能不知道今天还降息了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降息呢 就是二月份的LPR下来了 一年期的LPR违时不变 五年期LPR下调至3.9 因为以前的统年期LPR呢 是4.2 现在是降到了3.9 3.9 3.9 2呢 就是 就是 这跟防滥有关系 因为LPR 这个是中长期借贷的标准 它跟防滥有关系 LPR一旦下调过之后 防滥大家都会下调 但是以前防滥是5.88个点 那么5.88个点呢 之前降了一次 大的LPR降到4.2了 那么这一次呢 降到3.95了 也就说 很多人的防贷呢 可能马上又会再次下降 大概是降到3.95 那么这个是LPR呢 它有基准利率 这个LPR是基准利率 一般的地方呢 它是LPR 正负20% 也就是说 它最低的话 以后的防滥利率 可以达到3.75 LPR是3.95嘛 正负20% 那就可以达到3.75 3.75呢 那么 这个到底是多少钱呢 哎 算了一下 算了一下 你看 假如说 假如说你这个 贷款的话 是100万的话 那么 贷款利率是4.2的话 下降25个基点 那么你每个月就能少还144万钱 这样的话 30年的话 你就少还了5万块钱了 5.21万了 所以说你不要少看这个 100万的LP 下降25个基点 100万的贷款的话 30年少还5万块钱 知道 所以说呢 25个基点呢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说 这个对于释放消费能力 也是有帮助的 一下你房子都在跌价了 然后你利益这么高 很多就断供了 那那么啥 但你会发现最近LP下降了 这个银行天天还在涨 什么是大行 今天工商银行 今天创新高了 交通银行 因为降息银行 降低利息了 不是应该影响 影响它的业绩 结果你会发现 银行最近涨得可开心了 最近银行天天涨 所以说你像A股呢 反正都是好消息 都是好消息 都是利好 降息了 重视投资者了 APO入股关 把言了 等等都是利好 所以说A股低下来 肯定的机会 只是说短期长太多了 我们没有满舱了 卖的还卖费了 要是格局一下 昨天格局一下 昨天主要高开太多了 高开到七个 大概七个点 我跑了 跑了跑早了 要是格局到今天的话 多赚个十几个点 哎呀太可惜了 但是今天上午 你看这个缩量 缩的特别厉害 北下司机连续两天包出了 我们就不建议那样满舱了 我们之前大跌 首先给大家打气 每天都给大家打气 你每天都给大家老师 跟你讲大阳线 但是现在反正 战斗还要战斗 我们就汽车上战斗 不满舱 什么时候把这个缺口 2867年给补掉了 我们就再满舱 但是2024年的股市 一定是好股市 而且2024年之后的股市 很有可能像美股一样 苍年走牛 每年都在走牛 每年都在上涨 到时候股民的好日子 就要来临了 所以我们想要点点点关注